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英两国学者经过多年对比研究 发现了一种全新种类的长臂园 遗憾的是这种长臂园早已灭绝 这种长臂园的遗骸是在中国陕西一座 大约2200年前的秦国古墓中出土 其墓主人很可能是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 疑似夏太后墓发现13个陪葬坑 昨日当年的考古队领队张天恩研究员 告诉华商报记者 发现长臂园的战国秦陵园 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神阁园 2004年下到2008年下连续四年 考古人员对该陵园进行了考古发掘 我们发现了16万平方米的大陵园 墓是四墓道亚自行特大墓葬 有豪沟 灵墙 13个陪葬坑 出土金 银 铜 桃 料 当时的合成材料气文物上迁建 虽然未发现人古 但墓主人是女性 属于皇后级别应该没问题 根据文写 考古队判断 极有可能是夏太后的墓 也就是嬴政亲祖母的墓 其中在第12号培葬坑里 发现了大量动物遗骸 明显不是家畜的动物骨头 我们联系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 动物考古专家胡松梅 让他第一时间介入发掘现场 定为君子属帝国众胡松梅研究员所 这是一个南北向的真琴异兽陪葬坑 北面堆积着很多琴类遗骨 南面发现的动物遗骨有熊 豹子 胜利等 最让我激动的是 发现了一种灵长类动物的残头骨 下颌骨和上肢骨 它的犬牙非常大 和其他陪葬坑出土的疑似猕猴 金丝猴头骨完全不同 要知道灵长类动物死后骨骼很难找 后来京中科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灵长类专家 赵灵霞鉴定后确认 这些遗骼确实属于一头长臂猿 但确认不了是哪一种 2012年 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与英国科学家合作 对出土的长臂猿遗骼 展开深入研究 研究者们对遗骼做了3D建模 并标注了16个标志点 此后花了好几年 将标志点和全世界现有的数百只长臂猿骨骼做对比 最终确认这只长臂猿不属于任何一种已知种类 属于新属、新种、研究人员根据近代古籍暴谱子中 君子为远违赫的记载 以及他可能出土自秦始皇祖母陵园的传奇经历 将其属种定名为君子属 帝国种 这只长臂猿最终被命名为帝国君子长臂猿 将对长臂猿遗骼做DNA研究 古人为什么要用真心异兽做培葬 胡松梅研究员说 古人是死如是生 在世时喜欢的东西 希望死了也能继续陪伴自己 至于这些动物是出死以后陪葬 还是活着埋进墓穴 专家的看法不一 这些动物应该是带笼子葬在里面的 其中一头熊的脖子上 还拴着铁链子 在陪葬前 这些动物可能是脏的宠物养在渡南远 张天研究员表示 夏太后是嬴政的亲祖母 比嬴政去世早三十多年 从秦里上来判断 嬴政有可能见过这只长臂猿 至于这只长臂猿来自哪里 胡松梅认为很可能来自本地 古代记载显示 秦岭以北曾经有很多长臂猿分布 当时气候比较湿热 森林茂密 适合长臂猿生存 随着人们对森林的砍伐和狩猎活动 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 现在这些地方已经没有长臂猿的踪迹了 很久以前 在我国有更多种类和数量的长臂猿 但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 长臂猿因为环境变化和人为原因等大量灭绝 这也提醒我们长臂猿灭绝的速度很快 需要我们加强对环生存着的长臂猿的保护 胡松梅表示 确定帝国君子长臂猿的种属只是一个开始 下一步准备做DNA方面的研究 来确定其和现在长臂猿种类的关系 华商记者马护着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